我相信今天来 其实女生是害怕的 你的不安来自于说 这个男人跟我想象的 婚姻生活里的男主角 是不一样的 慢慢来啊 你们俩得学会 彼此说说赞呀 用一句话评价一下你老公 就对我来说 他除了有一些事情 不太上心之外 其实其他也挺好的 但是如果一直是这样 不上心的话 我也不知道可以坚持多久 评价一下你夫人 她就是要求太高了 性格太急了 我希望她能缓一缓 这样弄得我压力很大 我说评价 你们怎么都说期望和希望 她其实挺好的 你们婚礼彩牌了吗 没有 你现在想要在婚礼上 你最想对她说的一句话 是什么 想好 你最想对她说的一句话 是什么 想好 咱们帮你们彩牌一下 下面的时间给你们彩牌 一分钟 就说心里最想说的 好吗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一开始 我觉得你什么都挺好的 你不抽烟 不喝酒 不打游戏 对我也很细心 很体贴 对我家人也很关心 所以才有了想要和你结婚的冲动 但是结完之后 婚后你对家里面婚礼 包括我家人的这些事情的不上心 让我觉得很累 虽然我们已经结了婚了 但是如果是一直这样的状态下去 我也没有信心 能知道我们还能走多久 我知道我对结婚这件事情不太上心 但我会改的 我会多主动一些 多包容一些 我想和你好好过下半辈子 我会多包容你 我是真的爱你的 你跟我好好过行吗 还纠结呢 都走到这一步了 日子 往前坚定地走 别犹豫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又请小娃儿童有请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 将获得由一倍师提供的 深海纯浸水嫩保湿套盒 24小时保湿 10时